2月6日美元指数迟于高位,因全球股市暴跌,引发焦虑的投资者,削减对较高风险资产的敞口 交易者们大家好,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会市总况 2月6日美元指数迟于高位,因全球股市暴跌,引发焦虑的投资者,削减对较高风险资产的敞口 并买入相对安全的美元,美元对大多数货币都持肩,但对日元例外 日元在避险时期通常也作为安全资产,澳元对美元触及三周低点 澳洲联储今日连续第18个月维持利率在历史最低位1.5%不变,符合市场预期 单程通胀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位,令澳元承压 现货黄金,亚市走势较为强劲,受全球股市大跌支撑 但围绕美国今年将进一步升息的预期,则令金价承压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美元指数震荡交投于89.60一线 自上周五,2月2日以来,该指数已经上涨约1.1% 美国标普500指数轻货周二在亚洲时段重挫2.5%至4个月低位 通胀一律带来的抛压暂无缓解的迹象 美元对大多数户必都持肩,但对日元例外 日元在避险时期通常也作为安全资产 澳元对美元持稳在1.2380,隔夜跌0.7% 进一步脱离1月末触及的三年高点1.2538 奥运对美元触及三周低点0.7855 油价周一下跌,因美国原油产量上升 实货市场疲软且近期美元升值 加剧了股市和商品市场的下行压力 受隔夜美股暴跌拖累,周二亚太股市惨遭血洗 日经R5指数从1月23日高点暴跌10% 恒生指数跌幅一度扩大至5%以上 造指期货自昨日收盘已经大幅下挫600点 距离起高位已经跌去3600点 先货黄金,亚市走势较为强劲 一度走强至三个交易日高位1346.21美元 受全球股市大跌之称 但围绕美国今年将进一步升息的预期 则令金价成压 本节目我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,感谢您的收看 見期τά owsk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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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